请收看 汇率法师 佛学讲座 既见如来 如果你看到所有的象 记住 当体极空 居物到当体极空 彻底放下 就见到了本性 这个如来就是每一个人的本性 再讲一遍 凡所有象 色身向外处 法所显现的象 通通是虚妄 若见诸象 看到种种的象 体悟到当下就是空 不可得 就见到清净的自信 就见到我们每一个人清净的自信 就这么简单 凡所有象 即是希望者 虚就是不识 妄就是不真 既然不真实 象就是非象啊 不只是佛生啊 象就是当体极空 就无象 凡所有象都是虚妄 色身有象 所以就虚妄 法身是无象啊 所以说空象 非象就是空象 若见诸象非象 即见如来 就说我们这个色身是虚妄的 就是人空啊 非象就是法空啊 如果了解人象 法象 通通空 就见自信 法法经这么说 一切诸相 皆细空极啊 又人 或见菩萨 观诸法性啊 无有恶相 没有什么恶相啊 通通空啊 就像虚空一样 意思是说 众生啊 所看到的通通有 菩萨所看到的 初初空 就这样 你为什么活得这么痛苦 你就是有吗 所以师父啊 要现在 要教你一个 最了不起的 生活的方式啊 你要 好好地提悟我这句话 当你碰到什么境界的时候 就告诉 加一个五 什么都加一个五 日子很好过 日子很好过 完全不同 当你拥有很多的时候 告诉自己 洋房汽车大楼 当下就是空 没有真正的洋房汽车大楼 我告诉 诸位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只要你出生在这个地球 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这句话要好好地提悟 人类来到这个地球 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你带不走任何东西 要记住 你今天所拥有的东西 到你死了以后 通通不是你在用 世间为我所用 非我所有 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 你什么都带不走 我们来到这个地球 来到这个世界 只有使用权 对不对 今天暂时给你用 没有什么 没有所有钱 你有所有钱吗 impossible 没有 你体会到这个 万法都空 日子好过 你也既现实又超越 既超越又现实 你也不必离开这个现实 对不对 因为你有空性的思想 你就当下就超越 你有超越的思想 你可以面对一切的境界 是不是 就误导 实相的道理 真理 就是这样子 你一个人 一忠告 乐透以后 拿到这个忠乐透 两亿 看了 电视报道 台湾又多了一个亿万富翁 我告诉你 你今天能听到金刚经浮像法 我告诉你比重这个大乐透 还乐透 对不对 众到大乐透 所过的日子 能够比我们听金刚经浮像 还快乐吗 不可能啊 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